大家好,中美珍霸威,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4月12日 主要想說法國總統選舉 其實一個星期前 還有兩場選舉 一場是匈牙利議會的選舉 這也是一個東西方的重要戰場 匈牙利之外 另一個就是塞爾維亞 你說兩個地市這麼大的國家 沒有人留意的 很重要 一會兒看一個問題 就是法國現在出了兩位候選人 走地二輪 現在我們觀望就是 法國會不會成為另一個匈牙利呢 匈牙利是拒絕制裁俄羅斯的 是得到比較廉價的能源 然後整個人民都很支持 總理歐二班 其實這就是代表著 匈牙利的人民很理性的 我反你們俄羅斯把鬼啊 我反完我們如果是 沒有糧食 沒有肥料 沒有能源 你叫我們全部跳樓啊 匈牙利呢 這種呢 拒絕美國 而得到呢 真是實際利益的這種思維 會不會傳染到法國道 這個是十分之關鍵的啊 法國總統選舉 兩個禮拜後 會怎樣呢 其實這些呢 完全跟俄烏局勢是掛勾的 所以你聽到俄烏局勢的打仗裡面很平靜啊 只是搞什麼鬼東西 捕茶陣那些東西啦 一會兒再跟你詳細說 發生著整件事是什麼 好 我們先進正題以後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必記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鈴的 請你們呢 每一天的 十二點鐘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什麼片段 好 我們進正題了 其實呢 如果你看歐洲的地圖 塞爾維亞呢 是一個內陸國家 因為呢 黑山共和國就脫離去了 沒有任何的出海口 就是說呢 如果塞爾維亞 跟從歐洲 搞這些的液化天然氣呢 他都沒有碼頭去接收天然氣 這個是很重要的 同一個情況呢 匈牙里都是這樣 其他國家說 我們不要俄羅斯天然氣 所以 立陶苑啊 愛沙尼啊 拉條維亞 可以搞些港口 去接收這個 液化天然氣 LNG 匈牙里是不行的 事實上 現在來說呢 我相信呢 按我理解 俄羅斯就建了一條 土耳其溪 經土耳其之後呢 進入去 保加利亞呢 是接通了塞爾維亞的 所以現在塞爾維亞呢 基本上的 天然氣呢 是個價錢是很廉宜的 不止 塞爾維亞 拿到好處 也都是直入去匈牙里 匈牙里呢 用俄羅斯的天然氣呢 用到呢 85% 即是說呢 不用俄羅斯的能源呢 基本上整個國家就死了 這個說回現實 所以呢 4月3日的選舉裡面呢 大家都知道的了 塞爾維亞呢 其實之前呢 前身是藍斯拉夫啦 被美國就炸到 噴噴噴噴啦 在1999年 那所以整個塞爾維亞 被枝解呢 是一件很嚴重的慘劇來的 那塞爾維亞人民呢 基本上呢 長期都說 你上次 美國是 搞了一宗 在科索玉的假的屠殺案 那就是呢 我不找回那個屠殺案的名字了 因為我之前 上一集的有一節 是有說這件事情 那就是告訴你 喂 基本上美國 是一個呢 真是 戰爭罪行 是犯案累累的國家 攻打藍斯拉夫 很明顯是一個侵略 完全沒有任何道理 但是呢 美國就是要 枝解蔡爾維亞 現在這個世界上 大部分的國家 都不承認 科索玉的 科索玉的 現在的阿爾巴尼亞人呢 基本上 在科索玉裡面呢 搞恐怖主義 威脅全世界的 IS的一些分支啊 或者 與IS同一思維的 恐怖分子 在科索玉裡面 死搞爛搞了 威脅全世界 所以呢 塞爾維亞基本上呢 沒有辦法 得到呢 歐洲的接納呢 因為 塞爾維亞和科索玉 都是還有 一些的 領土的糾紛啦 那麼 歐盟 因為之前就是支持美國 肢解他 炸到他 真的可以說 死很多人 所以呢 歐盟是 長期都不會接受 塞爾維亞 加入 這個 歐盟的啦 塞爾維亞也都是 近年呢 選了總統啦 就是 武士奇啦 因為他親近中國 和俄羅斯的時候呢 在這個 疫症的初期呢 得到中國提供 疫苗啊 或者是得到很多的醫療的資助之下呢 其實 塞爾維亞甚至是可以生產呢 是國藥 還是科興 隨便一樣 我們知道呢 可以生產中國的疫苗的 所以呢 其實呢 塞爾維亞呢 整體呢 在這個處理疫情上面呢 比歐洲國家呢 是做得好很多的 我講回事實 所以呢 人民呢 基本上都是支持 武士奇的 就是覺得 歐盟 你說說 給我加入 但是之前大家這麼大仇口啊 你也是說的啦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啊 反而這些擺明 鵝親中的 拿到很多實力啊 那些人民說 唉 繼續做啦 所以呢 武士奇呢 是得到一個很高的票數 58.54 但是武士奇呢 連任了之後呢 仍然呢 歐洲呢 對呢 塞爾維亞呢 產生一個很大的迫伯 就因為呢 他們呢 在聯合國裡面呢 搞了一個呢 投票 那個投票呢 就是要 全世界呢 做一個呢 站隊 這個月 四月呢 聯合國的呢 那個的 輪席主任國呢 是英國 就是英國主導之下呢 就不肯 去調查 整個報查鎮事件啦 跟著就逼大家表決 那就是說 喂 那你去表決之前 你可不可以給俄羅斯 去辯解呢 英國都禁止了 這個呢 我覺得呢 已經是 是真的完全 不要面的 在西方來說 所以呢 其實這個情況呢 就要逼聯站隊的時候呢 塞爾維亞呢 當時就是受到歐洲的威脅 和北約的威脅啊 所以呢 其實國壓力都很大 所以呢 其實呢 就真的不好意思啦 武士奇呢 就是 他呢 投票支持呢 是暫停他 俄羅斯呢 那個人權理事會 那個會員國的身份 跟著呢 武士奇呢 之後呢 覺得呢 是很 很悔究的 不過呢 因為呢 很多的塞爾維亞的航班呢 仍然可以去莫斯科的 但是這些的航班呢 是 客機呢 受到呢 北約的軍事威嚇 因為呢 那個的航機呢 是被一些的北約的戰機呢 甚至呢 甚至呢 貼著 跟著呢 那個戰機進入去呢 俄羅斯的 各境之內的時候呢 其實呢 這些的北約戰機呢 也都入侵了俄羅斯的領空 但是呢 這個情況就是說 因為呢 由於 那些的北約的戰機呢 事實上太近 的客機 俄羅斯的軍機呢 沒有辦法 去將呢 這個北約戰機擊落 因為呢 如果一開火呢 可能是 吳中富居啊 將呢 塞爾維亞的客機可能擊落 那 攻壓力是很大啊 玩了兩次 這個呢 我覺得這次節目 真的必須要說 這個是極之卑鄙的 那客機裡面有百幾二百人 你貼著的客機去入侵俄羅斯領空 你飛行的時候 可能做一些偵察 是攝取俄羅斯 軍事形勢的一些活動 那你就是說 你拿了 塞爾維亞的客機 做人盾的了 那這些北約的行為 跟烏克蘭 用人民 去搞這個 人盾 是沒有分別的 哦 就是現在告訴你 現在西方呢 實質是實行法西斯主義 實質實行呢 這個納粹主義 現在啦 你烏克蘭可以拿些人民做人盾啦 在馬里乎波爾那裡 是不是啊 接著 在布查珍上 現在就經常被人恥笑的了 看到那些死屍吸煙啊 看到那些死屍又在那裡 做動作啊 這樣啦 接著呢 其實現在法國境內呢 大部分的人 是 反對你俄羅斯 但是有些人說 喂 有越來越多人說好話的 我替俄羅斯 因為第一 如果替俄羅斯好話 馬林立浪如果是贏了總統選舉 喂 可能呢 馬林立浪就停止制裁俄羅斯 喂 我們法國人民不需要 捱這些電費啊 或者原料價格貴啦 我先說回蔡伊維亞先啦 蔡伊維亞 她受到很大的軍事誘惑嚇 連客機都成為北約入侵俄羅斯的人盾 所以呢 其實呢 最後呢 客機可以去到俄羅斯 那一架北約戰機呢 就是可能 偷到他要偷的東西之後呢 鼓鼓說話就脫離 但是已經偷了他要的資訊 俄羅斯呢 沒辦法擊落那些北約的戰機 你聽到整件事來說呢 我覺得很憤慨啦 因為蔡伊維亞受到很大的壓力呢 唯有贊成了 將俄羅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會席 暫停了 這個是這麼說 另外呢 在這個表決裡面 原來全世界有82個國家投棄權 或者反對票 中國是投反對票的 因為呢 其實你都還沒查清楚 為什麼可以立刻要站隊呢 是不是啊 但是現在西方的威勢 竟然威嚇之下有82票走了 裡面有大量的中東國家 全部都是流投棄權票 就是說現在你中東國家和你美國呢 可以不給你面子 你因為你美國 在中東的軍力已經衰弱 也有很多國家不贊成你就不贊成你了 吹啊 這樣啊 美國的支持票裡面呢 有兩票呢 是流料來的 有一票呢 就是緬甸的 但是緬甸呢 那個代表呢 還是昂山素姬 Appong的 就是委任的 現在的軍政府呢 沒有辦法派到人去代替這個人 就是美國在這裡出述了 是不是 另一邊呢 還有啊 阿富汗呢 現在是塔利邦主政的嘛 前政府已經瓦解了啦 但是前政府委任的聯合國代表 仍然代表著阿富汗 這些是十分之無恥的啊 美國 他拿了一些贊成票 說要暫停俄羅斯的人權理事會的會籍 哦原來 哦 靠還手的 OK 總之現在賽爾維亞 選舉呢 沒有時期的大勝 而大勝了之後呢 得到呢 是有便宜的能源和糧食 就是這樣啦 匈牙利一樣 匈牙利呢 匈牙利呢 她的主席呢 奧爾班啊 她 是拿到呢 54%的選票啊 比上屆還要多5% 這個當然是代表著 歐洲呢 是有一些理性的聲音 事實上 匈牙利 她 不可以 有一些接收LNG的碼頭的啊 她不要 俄羅斯的天然氣 就等於自殺的了啊 這個是說回事實 那些人民 都會知道 喂 這件事是說現實 但是在這個選舉的裡面呢 歐洲啦 美國啦 派了很多人呢 去監察這個選舉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管理上呢 也是 歐爾班 贏了那些選票呢 就老屈就說 哦 你歐爾班呢 是造假的 但是事實上 找不到造假的 即是 這些東歐國家很多時候 都在用那些手機 是Google的嘛 用那些手機 是Facebook的嘛 Tweeter的嘛 日日夜夜 他們拿著手機 就洗腦 就是支持這些反對派 又說歐爾班是蠢 歐爾班是暴徒 是一個俄羅斯的傀儡 但是那些人民問 有沒有糧食先 有沒有能源先 現在這件事 會不會燒到法國呢 這個關鍵了 因為法國呢 在 第五共和 第五共和就是1958年 建立的 那時候呢 法國總統呢 戴高諾呢 是上台了之後 不久呢 是發動了 退出不約的 法國呢 一直都是在冷戰時代裡面呢 是不會 做美國走狗的 法國呢 就是說有自己獨立的外交 可以跟蘇聯談 在蘇聯和美國之間 可以玩搖搖板 跟蘇聯的領袖呢 談到呢 嚴談甚歡 甚至是這樣 這個呢 這個呢 基本上呢 戴高諾是行有得到呢 是叫做 實質的政治 就是說 喂 我說實利而已 你跟我玩價值觀政治 浪費氣了 是不是 喂 如果不是法國最高利益 而是按照你美國描述的所謂道德 那法國人就說 喂 現在都沒有查清楚澳查證這件事的 事實上 澳查證裏面 太多古靈精怪的事 然後又爆了一件事 就是說 有一個導彈 飛下去 這個在遁列詞克的一個火車站 其實人民呢 準備要離開遁列詞克 那俄羅斯為什麼要飛導彈到火車站呢 那裡沒有軍事設施 如果俄羅斯用美國的方法 那應該就是大量軍炸 然後無差別 炸死的人就罷走了 但是俄羅斯一直都沒有這麼做的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亂炸烏克蘭的時候 突然間會 在 烏克蘭的一個平民 要打算離開遁列詞克的 一個火車站裡面 有導彈一炸 炸死了五十多人呢 然後現在西方就 有理沒理 就還沒有調查 用傳媒去屈俄羅斯 現在我會認為 炸下去這些火車站 令到人民不敢去火車站逃亡 目的是什麼 是要人民做人盾 留在動立詞克 另外這些人民走的時候 很多時候直接出境 進入歐洲 其實在俄羅斯角度 我炸死這些平民 對俄羅斯軍隊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任由他走 他去到歐洲變成爛民 是不是對俄羅斯更加有利呢 是不是 我炸死他們做什麼呢 這些什麼人 他要走就讓他走 我們打仗費 殺多了一些無謂人 等你們這些鬼叫做什麼呢 現在問題就是 你所有分析都看到 你西方 用導彈殺死平民的兇手 現在俄羅斯就說 喂 他那隻導彈叫SS21 叫原點飛彈 喂 俄羅斯現在沒有用的 現在俄羅斯 近這30年 都還有研發一些新東西的 這些什麼原點導彈 是舊東西來的 其實現在你想起來 是很過分的 你報查真 第一天 第一天 三十日 由於 烏克蘭的軍隊怕被人撲擊 所以拖了兩天 看到俄羅斯走了才敢進去 但是呢 烏克蘭在布查鎮裡面的那些人民 看到俄軍走 因為沒有軍事知識 第一時間 鎮長走進去鎮裡 看到沒有東西 但是鎮長進去 看不到屍體 然後呢 3月30日 俄軍離開了之後 的4日 4月3日 烏克蘭就報告了 就是有人吃 有大量的殘殺 現在看來如果 那些不是士兵換衣服的話 就是 烏克蘭軍隊 殺死那些 沒有抵抗 俄羅斯軍隊 甚至跟他們合作做貿易的 烏克蘭人 說他們是烏奸 但是他們是平民的 就算他做烏奸 你都不應該殺 你最多是困了他 鎖了他 但是現在烏克蘭就說 我先殺了他 現在問題就是 你現在烏克蘭是一些新納粹分子 可以對人民任意逃殺 你認為對俄羅斯軍隊稍微有善些 你懷疑你就殺 殺完就拉進俄羅斯 然後建立一些虛假道德 捆綁歐洲去制裁俄羅斯 搞到自己的經濟崩潰 為甚麼 但是現在就是說 法國的人民原本 看到你馬克龍 經常跟俄羅斯去滑船 會不會選你馬克龍好些呢 但是慢慢 現在發覺就是你馬克龍滑船 又不成功 仗又打 跟著你說 你就跟著美國的屁股 走去制裁俄羅斯 搞到別人生活 不生不死 跟著馬倫納旁 就已經比較不講移民的問題 講得少 主要就講 喂 我們怎麼生活 現在這樣通脹怎麼處理 你馬克龍懂不懂得處理 你現在都要想方法解決我們人民的實力 不可以按照美國人的所謂價值觀外交的指揮 道德綁架我們 跟著逼到我們全部人跳樓 老老實實 在歐洲來說 法國比較容易熬 因為它用核電 用多些 它會在非洲進入很多油的元素 但是法國其實也可以在阿爾及利亞那裡找到天然氣 量數比較少 但是如果法國將它的核電出口 是比較少提供給德國的話 法國捱得辛苦一點 其實也能捱到一下 但問題是法國人 我為什麼要為烏克蘭去犧牲呢 馬倫納旁現在講我們怎麼生活 現在馬倫納旁就是承諾了 要脫離不約 脫離不約 就是說不約要制裁俄羅斯 我們法國人生活不好可以不脫離了 這件事呢 是令到馬倫納旁的支持者升得很厲害 現在的結果就是說 馬克龍只有27.6%的時候 馬倫納旁的距離只有23.41% 但是另一個重要人物呢 就是梅朗雄 梅朗雄是一個左翼 經常穿中山莊說很崇拜毛澤東 他拿到21.95% 即是22%選票 很誇張 梅朗雄呢 這位哥哥 他選了三次總統 但是梅朗雄現在 他叫人不要 第二輪投票支持馬倫納旁 沒有說支持馬倫 即是說 如果馬倫納旁 是願意和梅朗雄 談判 未來五年 只是主要做的是脫離不約 接著做一系列 法國去盡量脫離美國控制的手段 接著其他事情不做了 甚至可以跟梅朗雄 談 甚至pick up某些左翼的政策 總之就是 將第二輪的選舉 變成 對是否退出不約的公投 如果選舉的主題 扭轉到去還是不約的話 這個玩法就等於 那時候的約翰遜 怎樣去搞脫歐的問題 如果脫歐成為選舉的唯一主題的時候 那 馬克龍的就是 他罵不約老死亡 是不敢脫不約的 馬倫納旁就是 我是堅決的 那這個流與去之間 法國人本身就是 很認同 戴高樂這種高傲的獨立傳統 現在你搞到法國變成了美國的乾弟弟 走狗 其實我希望馬倫納旁 就贏 然後帶來整個法國的匈牙利化 如果法國匈牙利化的話 是有可能影響德國的匈牙利化 即是什麼意思呢 德國和法國一起不玩制裁 這件事情 是影響歐洲的未來的 所以俄羅斯對 烏克蘭的戰爭裡面 都動作很小 主要只是打馬利烏 而其他地方 就走走走走走走 未來兩個星期 會不會俄羅斯都是希望製造的環境 希望馬倫納旁贏 而會不會打的幅度都是比較弱呢 講就講說 俄羅斯準備 大量去發動戰鬥 攻打烏冬 但是會不會這兩個星期 都是 做個樣子講而不做 等馬倫納旁和馬克龍的對決 完成了之後才去進軍呢 那我們拭目以待 先說到這裡